我不想让大家能不能看到 这是一个大商店 不拉杂 但是我这个角度不太好 因为太冷了 我就不太愿意往那边走 大家可以想象我现在是早上7点吧 哎呦天 又冷又黑 感受我们谁来了 但是我不得不说一句 我终于找到了麦当劳的福利了 因为我今天早上吃了一顿麦当劳套餐才5块5 然后我说怎么能这么便宜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汇率 呃大概就是1.7倍左右和人民币 那么5块5加1.7它也没到那什么呀 也没到10块钱呢 也就是8块钱吧我看 哎呀同一次吃 而且它那个中午那个套餐大汉堡的 也就是9块多 那乘1.7也就不到18块钱15块钱左右 那基本上我感觉 比中国的还能略便宜一点 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我在考虑啊 是不是下学期 我直接就帮过来住 因为这边 我住两宿才70多块钱 你想想 我在布拿佩斯那住一天就30 其实价格是一样的 而且我要体验一下不同的地点 哎 现在去酒店了 黑的 这个酒店位置真好 你看 但是一看就贵啊 120 130度 刚才那个麦当劳小哥 我问了他呀 我说我怎么走 他说出来只有坐28路 卧槽 这麽哪有28路 而且我决定还是走过去 我先看看别走坊了 先check一下我的这个iphone上的地图 这是波兰美女啊